韩国和美国的FTA 欧盟签了 也加入了东协 所以在未来全球化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到底台湾的竞争力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要思考的东西非常多 包含我们现在 如果东协 我们目前加一加二加三 连加四都加不进去 然后我们跟美国 不要说是FTA了 我们连TFA继续 这个进行 这个协商的这个机制功能 也都暂停了 那我们的利基在哪里 所以我们也希望 大家身为这个国会殿堂的一份子 我觉得应该以 我们自己国家的生存 未来的竞争 国家未来的愿景 来作为我们自己 对国家的一个 还有自己工作的一个最大的期许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里 我们昨天也请教过金建惠主委 他说我们最大的利基 一个是未来的全球化 再一个就是创新 如果创新是我们未来的趋势 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掌握这个趋势呢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最强项是我们的民主体制 还有我们的人文素养 但怎么样将我们的人文素养 能够商业化 商品化 而我们最大的利基 我们虽然在IT产业 我们是一个制造的大国 但是呢 我们却是IT产业的运用的小国 而且是小小国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在三月 这个我们最近也成立了一个 Cloud Valley 叫台湾云谷 也希望未来创造上造的 甚至他们预估在2013年 能够创造相关联的产值 达到4.9兆 4.9兆 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先从这个云端 我们不是远在天边 最后一里路永远达不成 而是真正让它落实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宝岛 所以第一个 我们希望能制造食品云 食品云能够做二维条马 二维条马 全面履历 超越日本 日本目前也不过做到个位数 那我们能不能先把食品云 让我们能够真正落实实的安全 第二个就是政府云 政府云 我们政府全面上云端 难道做不到吗 三年内难道做不到吗 我们希望院长把这个当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再一个 我们用超商作为我们的一个橱窗 台湾的代表 能够让所有超商的产品 全面能够云端化 让我们数位调灭 全部 我们生气 我们组 consider 了结果 我们进入口